角色球員 可能是像專師防守和頭三分的Danny Green 或是這兩季火箭很愛用的板凳得分暴徒 Jerald Green和Jeff Green 以及從明星球員退化而來的Dreymon Green 這些都是工作相對簡單 以輔佐球星為主 典型的角色球員代表 但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的姓氏都是Green 这个姓氏仿佛是他們的宿命也是使命 让他们成为了角色球員界的職人 而歷史上最称職的角色球員 出現在胡人隊Showtime時期 他不鞠躬也不搶風頭 但卻默默的替球隊賣命 他就是AC Green 讲到胡人隊最輝煌的時光 莫過於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Showtime 由Kareem Abdul-Jabbar Magic Johnson James Worthy 這三位橫跨了三個時代的狀元 攜手帶領胡人打出如Show一般精彩的比賽 但他們能創造出這些成就 不是只是主力球星打得好就好 其他角色球員就像是一顆顆的齒輪 少了他們的付出和銜接 球隊也就難以正常的運作 而AC Green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以現代籃球來說 因為受到英雄主義的影響 可能總是會有些球員不甘落於人後 想要自己當老大 但AC Green不只沒有這個念頭 他也是再適合不過作為齒輪的角色 這也跟他的個性以及過去他的經歷有關 AC Green從高中時期就展露了籃球天賦 而他的天賦不僅令球探垂涎欲敵 他的風光更是讓同侪羨慕不已 他在高市的時候 除了就已經獲得奧勒岡周大的獎學金之外 他的父母也買了一輛車給他當禮物 他的人生在其他人眼中就是如此的順遂 但其實這一切對他來說 卻只是滿滿的空虛 儘管照這個步調走下去 他毫無疑問就會朝著成為職業籃球員的方向發展 但或許就是因為太過順遂 反倒讓他有點不知所措 前途一片迷茫 他開始跟著朋友到處鬼混 好填補那揮之不去的空虛感 而有一天 他跟著一群獲得基督教運動講學金的朋友 到教會去晃晃 他其實只是搭個順風車而已 但也就在這一刻 這個機緣 改變了他往後的一生 他一進到教會就看到了斗大的表題 你想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他對這句話震驚不已 世人當然都想上天堂 但要怎麼做卻讓他毫無頭緒 於是他接著聽了當天的步道會 因此獲得了啟發 從此之後 他不只成為了很虔誠的基督徒 他也一直秉持著自己的信念 以及遵從著自己許下承諾 當然也使得他蛻變為新智更成熟的籃球員 在大學前 AC Green找到了人生方向 讓他不管在學業上 還是在籃球上都變得更加努力 他在奧勒岡周大的期間 一步一步扎實地精進自己的球技 但比起球技 他的態度更讓他價值連城 事實上在他上大學的時候 就只有大三時因為受傷才學習 其他時候只要能出賽 他就一定會出賽 因為他認為這是他的責任 所以他就必須上場 把自己的責任做好 而雖然在大二時 他就已經是隊上的主將 但他一直到大四 才是場上出手次數最多的球員 因為他並沒有任何想獨佔功勞的念頭 而是在隊的時機替球隊貢獻 在需要他的時候幫助球隊贏得比賽 他就已心滿一組 雖然他有著非常謙遜的打法 但依然沒有掩蓋掉他的光芒 他獲選了三次分區第一隊 並拿下過一次分區最佳球員 他順利的從奧勒岡周大畢業 並準備挑戰NBA 與此同時NBA的總冠軍賽剛剛結束 新科冠軍隊伍就是洛杉磯胡倫隊 對這次長年爭奪冠軍的球隊來說 他們的陣容並沒有多大的缺陷 尤其先發更是當年的一時之選 真要說唯一存在的小瑕疵 大概就是大前鋒這個位置 一直是比較弱的一環 尤其隨著假霸年事見高 是時候需要一名苦幹實幹的前鋒 來掩護他了 於是胡倫向中了AC Green 以第一輪倒數第二順位選下他 胡倫或許只是抱著開伏袋的心態 並沒有奢望他能替球隊帶來多大的幫助 但讓胡倫萬萬想不到的是 AC Green正是最適合他們的人選 Showtime時期的胡倫隊 是聯盟中進攻火力數一數二強大的隊伍 他們最不缺的就是得分手 所以AC Green這種不佔球權又不拘光的球員 反倒非常契合胡倫隊 當然同時也填補了胡倫相對較弱的大前鋒直缺 只是AC Green畢竟還是新人 在胡倫的第一個賽季都是以替補的身份出賽 季後賽更是沒有太多上場的機會 以一名第一輪後段選秀的球員來說 生涯初期會是這樣的開始 再正常不過 只是很快的胡倫就發現 不用AC Green就是個錯誤 在1986年的西區決賽上 胡倫面對到了西區第二種子火箭隊 而火箭令他們最頭痛的地方 就是有兩名年輕又超過七尺的雙塔 他們兩隊剛滿38歲生日不久的假爸來說 是一隊非常麻煩的對手 但胡倫除了腳爸之外 又沒有人能與其抗衡 結果就被這雙塔肆虐了進去 當然胡倫最終也輸掉了西區決賽 未能將連霸的直路給走完 以上第四角來說 這年沒能連霸更是格外的可惜 總之胡倫痛定時痛 在AC Green的第二個賽季時 就將他扶正成為了先發 希望他能替球隊帶來防守上的強度 而AC Green一上來就充分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 他在第二個賽季時 就已經是對上籃板最多的人 往後他在胡倫的六個賽季裡 有五季他也都是對上籃板王 因為這就是胡倫要他做的工作 所以他就努力的將其做到最好 而雖然AC Green擅長搶籃板 但他跟8090年代那種 硬派增搶籃板的方式不一樣 他被稱為是場上的好好先生 就算是拼搶也不會造成對手受傷 而是憑著實力和判斷力去抓下籃板球 但AC Green也不是只會搶籃板 事實上他也是很稱職的髒活球員 這邊說的髒活不是說他打球很髒 而是他靠著二波補籃或是快攻偷跑 來替球隊創造出額外的得分機會 比較少有主動持球進攻的時候 他的得分大多也都來自這種方式 但他在胡倫的八年生涯裡 卻有超過十分的平均得分 可見他真的很努力把工作給做好 而在1987年的季后賽上 AC Green也終於獲得了重用 他確實地幫甲霸分攤了禁區重擔 甚至在禁區的影響力已經不亞於這名傳奇中風了 胡倫就在他的崛起發揮下 季后賽過關斬將 最後拿下了1987年的NBA總冠軍 AC Green扶贈成為先發後 胡倫馬上就拿下了冠軍 雖然說這並非詮釋他的功勞 但不可否認他確實是 胡倫能重返榮耀的關鍵因子 甚至在1988年時 胡倫也因此達成了原本 早兩年就該達成的二連霸 AC Green也正式成為了 Showtime不可或缺的人物 隨著胡倫拿下兩座總冠軍 AC Green的名氣也終於破繭而出 在他職業生涯的第五個賽季時 被票選進到的明星賽 這是他生涯唯一一次的明星賽體驗 但卻具有重大的意義 他比下了打出生涯年的卡馬龍 成為了明星賽的先發大前鋒 雖然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但也能看出廣大的胡倫球迷 對AC Green是多麼的喜愛 而他回報球迷的方式 就是持續的輸賽 持續的貢獻一己之力 從他職業生涯的第三個賽季開始 一直到他離開胡倫前的第八個賽季 這六年間他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比賽 當然也包括了季後賽 他在胡倫連續出賽了567場比賽 至今也是胡倫對死的紀錄 他對於持續的上場比賽有著很強大的執著 甚至說是一種信念 也是他對自己的承諾 就跟他場外的私生活一樣 AC Green跟大多數球員有著很大的不同點 許多球員都會在休息期間找樂子 放飛自我 但AC Green卻總是抱著一本聖經 進行沉思冥想 而這個習慣就一直跟著他直到他退休 或許這就是他能一直專注在上場比賽的原因 據說當時他隊友還在客廠住旅館的時候 偷偷替他請了脫衣無娘來給他驚喜 看能不能打亂他 結果他卻不為所動 沒有被隊友的胡鬧給打擾 甚至在他職業生涯期間 他都一直保持著誕生 並且完全沒有任何性生活 因為他認為此時此刻 他必須全心全意的去打比賽 可見他有著非常強大的定性和自我約束力 而AC Green會持續的上場比賽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在打球期間換了一個叫做 惡逆的罕見疾病 比較通俗的講法就是他會不自主的一直打歌 聽起來好像不影響生活 但據說嚴重時會讓AC Green連呼吸都有困難 而要緩解這個症狀 就必須讓身體持續的在運動狀態之中 所以才造就他一直持續打球的原因 因為上場比賽反而還比較輕鬆一點 這也是他持續出賽的背後 叫不為人知的秘性 90年代初期 隨著假爸和Magic Johnson相繼退役 虎人輝煌的Show Time也正式劃下了句點 儘管James Worthy Byron Scott和AC Green等奪冠工程仍然在陣中 但虎人的戰力和競爭力早已大不如前 就算勉強打進到結果賽 也都在第一輪就被淘汰 而在1993年第一輪被太陽隊擊敗之後 成為自由球員的AC Green有了想離開虎人的念頭 雖然他不鞠躬也不喜歡出風頭 但他對冠軍卻也一樣的渴望 因為他認為冠軍是在為上帝爭取榮耀 而剛打背他們的太陽隊 在冠軍賽也敗下了陣來 離冠軍僅僅只有一步之咬 正巧缺的就是一名能掩護巴克里的內線球員 所以他們就簽下了AC Green 把他視為是奪冠的最後一塊拼圖 AC Green來到了太陽隊後 馬上就打出了生涯念 表現相當的稱職 尤其是他的籃板能力 儘管他的平均籃板數不如籃板王巴克里 但他每一場比賽 卻能比巴克里抓下更多的進攻籃板 這也是他特別的地方 他知道進攻籃板的重要性 要遠高於防守籃板 所以很積極的拼搶 替球隊增添額外的得分契機 也是他能帶給球隊的附加價值 只是AC Green在太陽隊 確實發揮出了不錯的功效 但對勝負的影響力仍然有限 所以在他加盟的第二個賽季時 太陽又找來了另一名明星級的前鋒 取代掉了AC Green的先發大前鋒位置 甚至後來他也被迫改打小前鋒 他的角色已經慢慢的退居到了二線 但他依然打好他的每一場比賽 把自己本分給做到最好 這天AC Green完成了連續出賽 八百場比賽的創舉 成為了歷史上第三位 連續出賽打八百場的球員 只可惜在他的心情出賽下 卻始終還是沒能再拿下了另一座冠軍 於是隨即在同一年的年底 太陽就把AC Green交易到了獨行俠隊 有趣的是也多虧了這筆交易 讓AC Green完成了一個少見的紀錄 因為當時獨行俠剩餘的賽程 比太陽還多一場 加上腳椅完成後 獨行俠又剛好遇到了兩天的休息日 所以AC Green就無縫結果的 幫獨行俠打完了剩餘的賽事 最後結算這季出賽的八十三場比賽 成為了史上第28位 出賽場次超過例行賽場次的球員 這個紀錄可說是再適合他不過 離開太陽隊後 隨著年紀漸大 AC Green在場上的作用已經大不如前了 他先後又離開了獨行俠 回到了發基地洛杉磯虎人 之後也短暫加目過熱火 儘管他持續的更換球隊 儘管他的身手已不復存在 唯一不變的是 他依然持續的上場比賽 榨出他剩餘的精力 貢獻他最後的一點價值 這天是他連續出賽的第907場比賽 正式的打破了NBA過去高選了24年的紀錄 成為了歷史上連續出賽最長的球員 要破這個紀錄困難的地方並不在於健康 而是信任 在面對身手下滑的生涯末端之時 還能讓球隊繼續的相信自己 給自己出賽的機會 AC Green的信念讓球隊也甘之如意 願意幫助他完成這項里程碑 因此也才能一舉寫下心油 最後一直到他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後 他才終於給了自己休息的時間 並將紀錄給延續到了1192場 如今也被視為是一項再也無法被打破的紀錄 而回顧AC Green長達16年的生涯 他其實只有在第二個賽季時缺席過三場比賽 其他15季都是以權勤作手 出席率堪稱是史上之最 從進到NBA的那一刻開始 就幾乎不曾缺席過 可謂是NBA歷史上最任勞任怨的代表 連續出賽超過1000場比賽 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是極其的不可思議 就連號稱生化人的LeBron James 也需要時間來保養自己的身體 而無法像這樣長時間的連續出賽 可見這紀錄不單單只是帳面數字這麼簡單而已 而是AC Green背後的執著和信念 才讓他得以完成這項創舉 AC Green雖然只是一名角色球員 但卻是一名厲害的角色 尤其他打死也要上場的態度 無疑也成為了往後籃球員 甚至是所有運動員的典範